體操調環王子陳志玉 最後一屆參加世大運 很可惜在個人單向以第五名收場 他希望把經驗傳承給學弟 讓他們2017年在台北揚美吐氣 舉手上陣 我國體操名將陳志玉 最後一次踏上世大運舞台 他全心投入 盡情享受 終於也算是畢業了 對 世大運這一塊 今天的表現我覺得是比預賽還要好 超出我的預期 我可能連這次世大運的參賽機會 都可能是沒辦法 因為肩膀受傷的部分 那今天還可以站進決賽 這個舞台真的還不簡單 算是老將的一個最後一波 他有喪事 所以一直在緩復的 休息 練習 休息 練習 到現在最後一屆 他可能就是也全部 把經歷全部付出在這一場 動作完美 可惜落地差了一點 陳志玉最終在調環個人單項拿下第五名 沒有辦法贏回獎牌 至於他角色是 到現在是大哥哥的角色 然後把全台灣的新秀小朋友 把他帶到世界主要賽 看能不能有機會 我們拿到號碟會外賽 就是要全部靠他去把台灣的體操支撐起來 學弟他們技術都有 技術都有 那臨場感跟體能 我想這是最大的問題 因為你看像 不要像亞洲選手 像歐洲 歐美洲選手 那體能真的很棒 而且每個都撞得跟牛一樣 對 那你要他失敗嗎 其實他心裡的因素又很堅定 很堅強 陳志玉連續三屆世大運都闖進決賽 即使排名逐次下滑 只有在深圳拿下銅牌 但是他沒有遺憾 交棒給學弟 未來台北2017留下家機 UDN TV 許家用 楊玉昕 南韓光州報導